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新的一门商业分析技能课的这么一个学习 那今天的这个课程的这个题目叫做如何搭建某个行业的市场预测模型 大家可能经常会碰到一个问题或者碰到一些任务 就是让你预测某一个行业未来几年的一个增长的情况 未来几年一个市场的一个格局 那我们今天呢就会给大家讲一下在这个管理咨询公司 我们是如何去进行一个市场预测的 包括其中有哪些的方法论 包括我们从哪里找数据 包括如何去进行未来的预测 那这些内容呢都会在今天的课程中覆盖到 还是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哈 我叫Russell 然后在BCG曾经有过四年左右的一个工作经验 然后我之前呢在大学期间在BCG Ben McKinsey都有过实习的经历 那个时候呢其实就帮助导师们做了很多所谓的data crunching 就是寻找数据的一个工作 那寻找的这些数据呢其实也是为了帮助导师去建模 其中呢接触了很多就是说来预测某一个行业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或发展的一个规模啊这些问题 在BCG的这四年中我主要做的是金融行业 其中有很多客户是银行 包括保险券商等等 那么在每一个项目的项目里面其实客户都会问到我现在从事的这几个业务线 哪个是未来发展更快的业务线到底有多快 那未来我应该在哪个业务线去投入更多的精力 像这些问题呢全部要通过一个市场规模的一个预测 一个forecast去进行回答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详细的为大家讲述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页哈 在正式开始讲述整个方法论之前呢 可能我们先要去理解一下 为什么咨询公司需要通过modeling来进行一个市场规模的一个预测哈 因为咨询顾问呢 其实左边我们可以看到在真实的咨询项目中呢 能经常听到这些问题 比如说截止到2025年 中国的电动汽车的市场到底有多大 我们公司比如说这个客户的公司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这种车型都在生产 未来的话应该如何去发展 那客户的hypo可能是说 我们要去更大的资源投入到电动汽车的研发中 那么怎么说服董事会去接纳这么一个建议 目前的国内的电动车销量占所有汽车销量的10% 但是呢未来到底能占到多少 我们知道它再往上走 那未来五年 中国整个的汽车销售的格局是怎样的 那中国的还包括像这种在银行业里面 或者资产管理行业经常会问到的 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目前的发展的阶段怎么样 那相比于美国这么一个成熟的阶段来讲 我们现在到底这个发展的潜力还有多大 未来发展的速度还有多快 未来哪个细分的领域 细分的行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那值得我们更多的投入 所以在真实的这种资讯项目中 我们会经常会去碰到这些问题需要回答 那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通过一个Excel建模来进行一个未来的市场预测 那么市场预测它的作用在哪呢 那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这个市场预测 将行业的机会的描述 进行一个非常定量的一个评估 拿电动汽车来讲 电动汽车是未来的趋势 对吧 这个是一个感觉 或者是一个定性的一个判断 如果我们想把它变成量化的话 那我们可能是说 那从2017年 整个电动汽车销量占整体的10% 但是我们预测到2025年 可能会占到30% 那这个是量化 那由无形化变成有形化 由程度模糊化变成程度清晰化 同样的举个例子 比如说电动汽车的销量的增速 要比传统的燃油汽车要快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定性的 非常判断式感觉式的一个说法 但是呢 程度的清晰化 指的就是说可能未来的10年中 电动汽车的销量这个增速 将会是燃油的汽车的增速的两倍 或者是三倍 那这样子就把整个的 我到底比你好多少 快多少 这样子一个程度来进一步进行了清晰 为什么这种感觉是不行的 而这种数字 预测的这种数字 包括未来增速有多快 格局怎么样 未来规模有多大 那为什么这些数字 或者是展示 在未来的这个PPT里面 在像董事会报告的PPT里面 尤其重要 这个核心的原理就在于说 数字往往比感觉更有收复力 就像刚才说的例子 对吧 电动汽车的未来的增长是要比传统燃油车快 那这个是一个感觉 如果电动汽车的增速 在未来十年中将是传统燃油车的五倍 那这个就是一个数字 那大家可以去试图理解 这其中的这个冲击力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到下一页 第二个呢 在我们进入正式的课程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 那正式进行市场预测前要做什么 那我们至少要对这个行业 对这个市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比如说对这个电动汽车行业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去选择阅读这个 十到十五份的这个行业研究报告 有几类问题比较关键 其实都是围绕这个整体的商业模式 那比如说这个电动汽车行业 它主要针对什么样的客户 对吧 还有哪些类别的企业 比如说其中可能参与其中的有国企 有央企 有民企 那做电动汽车它的核心壁垒是什么 是它的技术 是它的分销渠道 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各个类别中领先的企业有哪些 在国企中 在民企中 在这个外企中 它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有哪些 是不是只有电动汽车 还有电池 还有充电桩等等等等 那这些企业是通过什么样的分销渠道 接触到客户的 是从线上的线下的 还是从什么样其他的渠道 来进行一个接触到客户 所以呢 在进行正式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规模预测的时候 需要对这个行业整体的一个商业模式 有一个相对来说初步的一个认识 这个呢 对于你未来 不管是去这个列出分析框架 还是说进行对未来的一些猜测 或者是未来一些预测的时候 都会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些帮助 那这个下面我们也列出说 高质量的行业研究报告 包括投行券商的一些和资讯公司的一些 都会使大家去这个获取一些 也就报告一些很好的来源 在介绍完前两点以后 我们就进入了今天的正式的课程的部分 那今天的课程呢 我们会分为三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会介绍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要去搭建一个行业的市场预测模型的话 它的方法论是怎么样子的 一二三四啊 这个几步到底是怎么做的 那第二部分呢 我们会做一个实力的展示 就是用一个真实的案例来手把手的 带着大家沿着这个方法论去进行一下分析 然后进行一下未来规模的一个预测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方法论是怎么去应用在真实的案例中 那第三部分呢 我们就会进行一个课程的总结 帮大家再去牢固一下这些知识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整个行业预测的这个方法论 要想搭建一个市场的这个预测模型的主要包括四个步骤 这个章节呢 其实会主要是围绕这四个步骤回答一些核心的问题 这个四步法呢 在左边有列出 第一步呢 就是说你拿到一个题目 比如说就拿电动车好了 我要预计这个未来这个五年整个电动车的一个销量 那么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 不是直接开始去找报告啊什么之类的 那当你去了解了电动车这个行业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商业模式基本情况以后 第一步还是要列出整个行业的分析框架 那究竟怎么去搭建这个分析框架 我们等会去看一下 那如何去拆解问题 按照金字塔原理来拆解这个问题 形成一个分析的不同的要素 等会我们会一起去讨论一下 那第二个呢 就是按照这个分析框架去列出历史的数据 这一块呢 我们更多去看一下历史数据在哪些地方能够获得 那第三个呢 就是进行未来三到五年的一个相关变量的预测 那沿着这个分析框架 沿着分析框架中的这个不同的这些要素 对未来三到五年的情况进行一个预测 然后得到你所要寻找的那个指标的未来三到五年的一个变化 那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就会去关注两点 第一个呢 其实就是说那未来的预测的数据应该去怎么获得 第二个呢 对未来预测的这个规模 你在预测的时候应该有哪些注意要点 有哪些方法 这些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 第四个呢 就是对整个的预测模型进行一个归纳和总结 那么在这一块呢 我们将会回答 就是说那如何去对这个预测的模型的结果 进行一个最有效最直观的一个结果的展示 那能让你的 不管是你的客户也好 还是你的老板也好 能够理解你是怎么做到的 然后这个核心的结论 为什么是合理的 这个章节我们会围绕这个四步法来进行展开 OK 那我们看这个step one 就所谓的列出行业分析框架 在当你对一个行业有大概的一个了解以后 列出分析框架的时候呢 会有两种方法在这里去介绍给大家 第一种呢 就是这个客户渗透率的这个分析方法 还有第二种呢 我们可以先剧透一下 叫做细分行业品类法 这个有一点像这个需求端和供给端 但还不完全一样 OK 那我们先看一下整个的客户渗透率的一个分解法 那么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它的定义呢 就是从客群的基数 一般呢 是从这个人口收出发 然后呢 来看到说 OK 那这些人口里面 有哪些人会购买这些产品 渗透率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呢 它的这个客群的人数 乘以相关的渗透率 那这个就得出了 有多少人会买这个产品 然后再乘以 它可能相应的价格啊 等等等等 评次就得到了 它整个的市场的规模 这个呢 是基于客群的这么一种分解的方法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是18年到2023年的 这个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我们如何去拆解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会想到说 OK 如果我从客群的基数来说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它的主体是小微企业嘛 那只要我大概知道 有多少小微企业主 其中有多少有贷款 那乘以它单个的 平均的这个贷款余额 我就得到整个的一个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了 那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 分析框架 就是从这个 所谓的渗透率 来进行一个拆解的 那么我们首先把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拆解成 有贷款的小微企业的数量 乘以单个的 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 有贷款的小微企业数量 我再等于 整体的小微企业数量 乘以 比如说其中有多少 是有融资的这个需求的 然后再乘以 有融资需求中 有多少是能被满足的 有多少是无法被满足的 最终得到说 有多少小微企业是有贷款的 那这个就是从客户需求端 来进行一个拆解 那我们这里看到第二个例子 就比如说 我要预测2018到2023年 每年在中国发生的 这个咖啡的一个销售额 预测这个咖啡市场的 销售额的时候 我就可以进行一个拆解 比如说我第一层 把它拆成 卖出咖啡的数量 乘以咖啡的平均的价格 那我只要知道 今年一年 咖啡卖出了多少杯 然后平均每杯多少钱 我做一个预测 我就知道 整体的咖啡卖了多少钱 销售额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每年卖出多少杯咖啡 这个东西怎么去计算呢 我就从客户的渗透率 从需求出发 那我会看 中国一共有多少个人喝咖啡 那喝咖啡的里面 平均每周喝多少杯 然后再乘以每年的周数 我就得到我每年 能够卖出多少杯咖啡 那怎么去看 中国有多少人喝咖啡呢 我就用中国的总额人口 乘以喝咖啡的渗透率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分析框架 在实际的这种拆解中 可能我们会对不同的这个年龄层次进行拆解 因为大家知道 大家如果看这几个这个核心的变量的话 包括这个人口中有多少人喝咖啡 包括喝几杯 每周的这个消费的这个频率 那大家可以直观地想到 其实是跟他的年龄 或者是人生所处的这个阶段是相关的 当一个人他是在少年的时候 在小学啊中学啊 喝咖啡是一个非常低频的事情 对吧 到了高中和大学的时候 频率就会增加 那到了工作以后 特别是25岁到50岁之间 那可能这个是高峰期 就是说他会养成这个喝咖啡的习惯 那不管是喝咖啡的这个渗透率啊 还是每周喝咖啡的杯数啊 这些都会有显著的提高 那等到50岁60岁以后 当人进入老年阶段以后 那可能他会觉得 咖啡不是很健康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因素吧 他可能就会喝咖啡的频率又会降下来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可以去 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次进行一个拆分 然后再进行未来的一个相关要素的一个预测 那所以在预测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去预测说 OK 举个例子 在25岁到50岁的这个中国人之间 现在可能有30%呢 是喝咖啡的 那未来啊 随着这个比如说生活方式的 逐渐的这个西化 咖啡的这个availability提升 那是不是未来五年可以提升到50%啊等等 那这些呢 是对未来预测的时候 其实就是对这些基础的一些要素 就是框架中的基础要素来进行一个预测 最终在得出未来五年的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销售额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同样是根据客群来进行一个分解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说细分行业的品类法 那细分行业品类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有一点像供给端 它的定义是说 我将我所需要预测的行业规模 去拆分成不同的这个子行业 那这个拆分的依据呢 可以是不同的供应章的类型 也可以是不同的产品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要预测18年到2023年的小微企业贷款的余额 这里呢 其实我们就是所谓的用的供应商类型 就这里面有哪些参与主体 也就是供给端 其实小微企业贷款会有银行来提供小微企业贷款 那银行中又有国有银行 股份金银行 城商行农商行这四类 那还有呢 就是典当行 民间的典当行 还有呢 就是小贷公司 这又包括又可以分为线上的小贷和线下的小贷 比如线上的小贷 比如说阿里小贷 他专门为这个整个阿里上的阿里巴巴淘宝啊等等 他的体系内的这些小企业去进行贷款 那比如说京东 他的这个贷款的服务 当然还有一些线下的小贷 比如说东方小贷等等等等 国内每个城市基本上都有很多的线下的小贷公司 同样他们会为小微企业主提供这些贷款 那当然还有这个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信托贷款 信托公司也会设立这些主动管理的信托产品来提供贷款 这些呢就是不同的参与主体 那如果我们看我要预测18年的23年的中国的汽车的销售量 那么这里呢就不是按照参与的主体 而是按照产品的类型 那我会把这个汽车分为三类对吧 一类产品叫做燃油车 还有一类呢是油电混合 还有一类是这个电动车 那么我再进行进一步的拆解 那么就是说我每年能卖多少量 再乘以电动汽车的平均的单价 那同样这个方法也可以适用于燃油车和油电混合车 通过不同的产品类型来进行一个 对于销售额进行一个拆分 列出这么一个框架 这个呢也属于我们所谓的这个细分行业品类法里面的一种方法 OK刚才我们讲的是如何去列分析框架 有这个从客户渗透率出发的 也有从行业品类出发的 那第二步呢就是当我们列出这个框架以后 我们要去找历史的数据 那通常呢我们这里一般罗列三到五年的这个数据 拿这个例子来举例吧 中国汽车的销售额 那大家会问那我从哪里去找这些数据呢 数据的来源有很多 那我们叫一般的数据来源 还有一些特定行业的一些数据来源 从一般的数据来源 以外来讲比如说这个像很多这个国家的监管部门 或者是行业协会等等 包括这个政府部门所出的一些统计数据 像这个统计局啊 工信部啊 还有一些行业的一些白皮书蓝皮书等等等等 还有一些政府的发展计划书等等 这些呢都是一些可以用到的这个原始数据 在金融领域比如说像银监会保监会 央行它的一些网站上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数据的统计和报告 那这些都是我们一些属于叫做原始可用的数据 那当然了在相关的统计如果没有覆盖到一些数据类型的话 我们其实还可以拿这个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汽车行业的销售额 那这个一定是在我们国家在行业协会啊 在这种包括像工商局啊等等等等的这些机构 统计局啊会来统计这个相关的这个像汽车的这个行业的销售额 其中电动汽车啊燃油车啊这些也会去统计 但是他可能不会去统计说 哎那电动汽车的平均单价值 这个数据可能是missing的 那这个数据missing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通过这种一手数据来进行一个得出 那一手数据包括什么呢 包括市场的走访 那你可以去走访一些size店啊 电动汽车的size店 去看其中的这些电动车的这个售价 那抽样调查问卷整理啊 可能我给这些汽车的销售员去发一些问卷 问问他们现在这个汽车size 这个电动汽车的一个价格是多少 过去几年变化情况怎么样 包括这个focus group 所谓的focus group呢 就是召集一些客户啊 或者是一些供应商啊 就是这个参与者可能人数也逼过多 可能就六到八个人 然后呢在一个房间里去进行一些交点的访谈 来了解这个市场的一些情况啊 包括像暗访啊 这个暗访跟市场走访其实是比较相近的 比如说咨询公司咨询顾问 有的时候他在寻找一些数据的时候 举个例子 比如说银行不同银行的一些 理财产品的数据 或者是一些存款利率的数据 在他无法在官方网站 或者是其他的有效的渠道 去得到这个数据的时候 可能他就会去不同的银行去拜访 去看看有哪些理财 看看有哪些存款利率是多少 他能进行一些暗访 那包括Codecall 那可能给一些银行的盲点去打电话 或者CS店去打电话 去了解电动汽车的这个价格 这些呢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 一手数据的获得 那还有一些呢 就是所谓的二手数据 在官方呢 没有这种统计数据的时候 很多的二手数据会有一些 相关的数据的统计 包括这个市场的调研公司 尼尔森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还有这个Ipsos 这个是欧洲的一个市场调研的公司 那都会有大量的这个数据库在这边 当然还有一些像专家访谈 进行专家访谈 去了解这个市场上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银行的存款的利率 现在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过去几年的变化怎么样 未来变化怎么样 等等这些都可以从专家访谈来得出 还有一些就是投行和券商的 这个研究报告中的一些数据 这些都可以是作为一些二手数据 当然右边我们也列出一些 像一些特定行业吧 它的一些数据来源 那其中举个例子 像我们刚才说汽车对吧 那有汽车的行业的协会 有工信部的这些报告 也有很多的企业都是上市企业 所以有公布年报 里面也会去讲 它的电动汽车的销量是怎么样 进展是怎么样等等 那包括互联网 像IT局势啊 爱瑞咨询啊 这些都是在互联网方面 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市场调研公司 在这个里面 其实他们也进行大量的 一手数据的调查 比如说真的客户的一些访问啊 包括一些这个问卷调查啊 等等等等 也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数据 那这个就是第二步 所谓的这个数据的一个搜集 那第三步呢 就是要进行未来三到五年的 一个相关变量的一个预测 当你列出了确定的整个框架 然后把过去五年的数据都填充以后 这个时候你要想未来的话 它的这个数据的增长 会是怎么样子的 增长的时候呢 在预测的时候呢 先说两个注意的要点 第一个要点呢 就是咨询公司在进行 未来的市场预测的时候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预测嘛 它不是一个百分之百正确的东西 所以呢会划分这个scenario 叫做划分不同的场景 比如说基础场景 中中性场景 乐观场景 那英文里面就 negative basic positive 不同的场景来进行预测 那在进行预测的时候 可能我使用的这个框架 都是同一个分析框架 但是呢 对于未来 比如说这个整个市场的渗透率 在乐观情形下 它能提升到50% 在悲观情形下 可能只能提升到40% 那这样对你们的factors 做一些不同的假设 这种得出不同的一个结果 这是第一个要点 那第二个要点呢 就是说在对未来的预测的时候 有两种方法 一种叫做有上至下的top down 另外一种呢 叫做有下至上的 叫做bottom up 有两种方法 这个咨询公司在真实的项目中 在搭建这个模型的时候 往往都会从两种方法 去进行一个交叉验证 来验证这个计算的合理性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什么叫top down和bottom up呢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要预测 未来整体的这个小贷行业的 一个贷款的余额 我把小贷行业呢 我按照供给端 或者大家去按照这个 叫做行业细分的这种 品类细分的方法 我把它分成了 线上的小贷和线下的小贷 那线上呢 就比如说一些电商小贷啊 或者一些p2p平台啊 我全部都把它叫做线上的部分 那线下的小贷呢 我把它像很多的 这个现在小贷有这种门店啊 或线下产业 我把它叫做线下小贷 用top down的方法呢 其实就是你先去估整体 然后呢再去拆分细节 那么我可以先预测 整体的小贷行业的贷款余额 那这个方法其实有很多了 比如说我先预计这个整个的 中国整体的这个贷款余额 再去其中看 那其中小贷款公司 就小贷这个部分 占据了多大 那这个在后面 我们会进一步的展开 有这么一个例子 来给大家展示 我估计整体以后 top以后 我再分析细分的这些行业 我再去预测 线上小贷和线下小贷的比例 比如说我认为 线上小贷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中国的这个小贷行业 要走向一个线上化 互联网化 那么我会基于 比如说17年的一个 线上线下的比例 来预估一下5年后 大概这个比例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这个呢 是用top down 先估整体 再根据这个 不同的competitor 或不同的市场参与方的 一个市场的占有率 来进行一个估计 这种估计结束了以后呢 我一般还是要进行一个 Bottermap的验证 那Bottermap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先去预测 线上小贷和线下小贷的贷款余额 然后最后再进行一个加种 得到整体小贷行业的 一个市场的一个贷款的余额 在实际的项目中呢 其实这两种方法 可以同时去使用 然后来交叉验证 看是不是合理 那刚才我们讲了 两个这个分析技巧 那之后呢 我们会看 那未来的预测的数据 从哪里能获得 有三种对于未来的预测 有三种不同的方法 第一种呢 我们叫做这个回归分析法 我们这里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要预测 2018年到2013年 中国整体的这个贷款余额 这里我们的思路是什么呢 我们会假设 GDP跟中国的贷款余额 是先行相关的 那这个思路 到底是不是正确呢 其实我们可以 因为中国的贷款余额 是一个每年年会 和央行都会去统计的一个数字 而中国的GDP 当然这个也是有官方的统计数据 国家统计局会发布相关的统计数据 那么其实我可以拿过去的十年的数据 来进行一个验证 我把过去十年的GDP和贷款余额拿出来 然后放到一张图表上 看看它是不是一个线性增长的 这么一个关系 它的相关度有多少 如果大家真的去看的话 会发现它确实是线性相关的 所以呢 基于这个思路呢 如果我要预测18到23年的这个通过贷款余额的话 那么呢 我就可以是第一步 我首先去把过去十年的这个GDP和贷款余额数据去拿出来 那第二步呢 我可以用这个Excel里面的一些这个功能和方式 我来求出GDP和贷款余额之间的一个线性相关关系 其实大家这个学过基础的这个数学 其实这个线性相关就等于Y等于AX加上B 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方程 那有这么一个方程以后 那么我只要知道未来五年的这种GDP的数据 就会知道未来五年的这个贷款余额的数据 按照这个线性相关关系 这个GDP的数据呢 是有很多机构都会去进行预测 比如说你可以去采取这个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种预测的这种结果 来进行一个代入 就知道了未来五年的一个贷款余额的情况 那这个呢是所谓的回归分析法 其实说白了就是说 当我们遇到一个中国贷款余额预测 一个没有一个权威的一个报告 或者一个权威的一个数据来源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与它相关的另外一个指标GDP 来进行一个回归分析 OK这个是回归分析法 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对标法 对标法呢 其实大家从字面意思上就可以看出 就是说我现在对于一些指标 那我可以对标国外 或者是对标相似的一个行业 来进行分析 来得出未来五年会发展成什么样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想让你去帮帮预测一下 未来2018年的23年 而这五年中国的这个汽车保有总量 大概能达到多少 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框架拆解 是说中国的汽车保有总量 等于中国的人口数量乘以人均的汽车保有量 这么一个思路来进行计算的话 那么我只要分别对未来五年人口的数量的进行一个预测 对人均汽车的保有量的数字进行一个预测 那么我这两个乡程其实就可以得到 我之中想得到这个值 人口的数量的预测 大家其实可以从很多地方 对于中国人口都是未来有预测 很多专业的预测机构 但是对于这个人均的汽车保有量 那这个东西怎么来进行处理呢 那么可能我们就会去进行对标 比如说我们会看美国 欧盟 日本 韩国 这些发达的经济体 那他们的这个所谓汽车的人均的这个保有量是多少 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他们的人均汽车保有量可能是0.7 只是一个人拥有0.7台汽车 那么我会看中国现在是多少 那比如说发展到五年 我可以达到发达经济体 联均指标的70% 也就7749 大概人均0.5台 这样我就能预测出未来五年 人均汽车保有量这么一个值 那这个是对标的方法 当然如果大家觉得 这个回归分析也找不到合适的这种关联的这个数据 然后对标法也找不到合适的对标的对象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只能去通过一些专家的访谈 或者是其他的报告来进行一个分析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要想看一下2023年 电动汽车的这个销量 在整体的这个汽车销量中的比重 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去与一些专家 约一个专家访谈 比如说与这个交通部的政策司 因为他们会去做这种政策 各地的限牌限购的政策 包括电动车补贴的一些政策 那么他们的内部的规划中 有可能就会对未来五年 电动车的一个发展的速度 或者是一个销售的比重 会进行一些规划或者是预测 当然了还有一些像这个券商 现在每个券商都有专门的汽车行业的分析师 有这种咨询公司 不管是市场的咨询公司 还是战略的咨询公司 像大一点的战略咨询公司 都会有汽车的这个领域的研究报告出来 那他对未来的这个电动车整体的发展 以及比重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 作为我们自己预测的一个相关的来源 那但只是这种 不管是专家谎谈 还是报告来的这种数据 可能都需要做一些交叉比对 看这个数据是不是合理 第四步呢 就是所谓的对市场的这个预测模型 进行一个归纳 进行一个总结 其实很多我们的同学呢 在进行总结的时候 前面做的都很好 但进行总结的时候呢 没有条理 大家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所以呢 这里呢 其实我们列了三步走的一个办法吧 那来帮助大家去 不管是对你的老板汇报也好 还是对你的客户汇报也好 让你的客户能真实的知道 你这个预测是合理的 那怎么做呢 那首先第一步 是要列出这个方法论和框架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 咖啡的市场的销售额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方法论 或者是框架 如果你想让你的客户 或者你的这个老板 想要对你的结果认同 首先他需要对你的分析框架 或者分析方法 或者叫做分析的思路认同 那第一页呢 我觉得就可以列出你的分析方法 来说OK 我是用这个方法来进行一个 对未来的预估的 你看是不是合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是我们要描述核心的结果 和这个结论 那就是未来整个 比如说18年的23年 中国整个的咖啡市场的销量 销售额大概是多少 那第三步是列出核心的假设 然后将这里面的假设 一条一条列在这里 因为如果是你的方法论 或者是你的分析框架 与你的客户进行了确认 然后如果他对你的结果不满意的话 那一定是你的核心假设出了问题 那么就把这些核心假设放在这里 然后跟他一条一条去check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还拿咖啡这个举例好了 我认为比如说在25岁到50岁 喝咖啡的渗透率 现在可能过去的五年中 是有缓慢的提升 有10%提升到20% 那未来呢 我假设会提供到40% 那这么一个核心的假设 我是对标了 比如说美国啊 欧洲啊等等的这些国家 我觉得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会带来 那是不是这个核心的假设 你觉得是不是正确 那所以跟客户或者老板去沟通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是沟通这些所谓的核心假设 当核心假设也达成一致的时候 方法论也达成一致的时候 那么结果是一个自然而然计算导出的一个结果 那么对结果自然就认同了 所以呢是这么一个建议大家去 按照这种三步法的方式去进行一个展示 那刚才我们讲了方法论 那这里呢我们就用一个具体的例子 带大家手把手的去体验一下这个方法论 这个例子呢就是假设 我们现在接到一个任务 是说要预测2018年到2022年 未来的五年间 中国的小微企业贷款的余额的增长情况 那我们该去怎么去思考 大家这里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好我们套用这个方法论 那第一步是我们要去确定一个分析框架 并且呢基于这个分析框架 去搭建所谓的模型框架 那如果我要去搭建这个分析框架的话 这里我们有这个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 那我分析框架怎么去分析呢 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的是需求端 需求的方法 从需求端出发 首先我如果想知道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话 那我就要知道有多少个小微企业有贷款 那么它单个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是多少 只要这两个数字一相乘 就是全中国整体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那我再把这两个指标分别来进行一个观察 那有贷款的小微企业的数量 它怎么计算呢 它的计算其实是OK 那我要知道中国整体有多少个小微企业 总体的小微企业数量是多少 再乘以其中可贷到款的小微企业的渗透率 如果大家对银行啊 特别是小微金融这块有了解的话 大家其实可以知道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小微金融的发展 这几年呢进步非常非常地快 在监管的鼓励啊 在这些市场参与主体 尤其是一些线上化的一些市场参与主体的一些参与下 其实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呢 是有一定缓解的 但是呢从根本上来讲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还是存在的 因为核心是因为很多小微企业 其实是没有这种固定资产的 比如说房子啊 或者是这种土地啊等等 没有这种固定资产 所以呢很多银行是觉得这种小微企业的风险非常大 是不愿意给他贷款的 所以呢中国的小微企业过去一直存在这种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比如说100户小微企业 其中真正能贷到款的小微企业的数量 其实是不多的 我们就可以用总体的小微企业数量 乘以可贷到款的小微企业的渗透率 得到有贷款的小微企业数量 但是这个指标 渗透率的指标在未来的一些年中一定会提升 那首先核心原因有一些drivers 比如说这个互联网金融的加入 使这个小微企业的尽调的成本没有那么高 还有一些像政策的鼓励 鼓励这个实体经济的发展 鼓励小微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等等等等 这些政策都会推动这种金融机构 进一步将自己的这个贷款额度 向小微企业进行一个倾斜 我们分析的一个框架 那总体的小微企业数量 我怎么去进行估计呢 过去我都有 但未来我怎么进行估计呢 这里呢我们就是所谓的 用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我们假定说中国的GDP 是跟小微企业数量是正相关的 当GDP越高的时候 小微企业的数量也会越高 并且双方会形成一个线性的关系 那这个同样的 我们会在后面的这个历史数据的趋势中 去验证是不是成立 如果大家只看小微企业数量这一端的话 如果说未来我能够去预测GDP 我如果去未来去能够预测 这个可贷导款的这个渗透率 未来是如何变化 那么我就可以去获得 整个的有贷款的小微企业数量 到底在未来五年都会如何变化 就可以一步一步推导上去 同样呢我们会看到右边 单个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 这里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正相关 就是看单个小微企业的年平均营业收入 这里呢我们有个假设就是说 当它的收入越高的时候 它所需要的贷款或者贷款的余额也会高 那这个我们是有过去的数据 所以我们也会去做一个数字的观察 来看是不是成立 那确定这个框架以后呢 我们就会去搭建这么一个 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模型 我们会把这个12年到2022年去列出来 其中12年到17年 这个是我们的历史数据 未来五年呢是我们的要预测的数据 那么有哪些数据像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的框架是一模一样的 那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是多少 然后我把它拆成 有多少个小微企业有贷款 然后平均的贷款金额 那有多少个这个有贷款 我又把它拆成了 总共有多少个小微企业的数量 然后它的这个渗透率 所以呢是跟刚才的整个的分析框架是一模一样的 列出分析框架以后 大家就可以把这个模型去搭出来 那么第二步就是我们要回归到我们方法论 就是要根据我们的分析框架 去确定历史数据的来源 并且进行这些历史数据的一个寻找 那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是12到17年 其实一共是有6年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分析框架 我们一条一条看 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 在银监会网站是有统计结果的 银监会每年都会去统计到了年底 这个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各类金融机构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有多少 这个是有官方的统计 那其中有贷款的小微企业的数量 这个是在银监会也是有统计的 所以大家看这个年底的银监会的 这个发布的报告就可以看到 有了这两个数据 我就可以算出来12到17年 平均每个小微企业 它的贷款余额大概是多少 那就可以计算得出 那所以这层的三个数据 我们都都有了 我再往下看一层 那我知道有贷款的小微企业数量 我又知道总体的小微企业的这个数量 那这个数量在哪里呢 其实是在国家统计局 包括工商局的小微企业名录里面 是会每年去统计这个小微企业的数量 那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这种来源中 进行一个数据的搜集 并且一个交叉的验证 来进行确定过去五年中 总体的小微企业数量是多少 有这两个数据以后 我就可以算出这个presentation rate 所谓的渗透率的高低 OK那这层我们也有了 GDP呢 这个是国家统计局 每年公布的一个官方数据 所以呢 有了这个总体的小微企业数量 有了GDP 这两个数据都有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得出一个 所谓的相关系数 那这个相关系数呢 就是用到刚才我们所谓的回归分析法 我们会对过去的六年的数据 进行一个回归分析 看一看这个GDP和小微企业数量 是不是真的是成一个 线性相关的 正相关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是左边 那右边呢 平均的每个的小微企业的 年均零业收入 这个呢 是在这个官方的统计机构的 这个网站上是没有的 或者报告里是没有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 行业协会或者是明年协会 咨询公司发布的一些研究报告 或者批书 它里面会去统计说 在过去的几年中 小微企业的这种 平均零业收入是多少 所以呢 从这个蓝皮书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过去的六年中 平均营业收入的 这么一个指标 那么我们当有了 平均每个小微企业 它贷款余额是多少 它的营业收入是多少 当我有了前六年的数据以后 我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 相关的回归分析 相关性的一个分析 那么在后面 我们也会展示这个结果 这个就是我们 针对这个框架思考 这些数据从哪里来 当我们找到这些数据以后 我们就会 添到这么一个表格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12年到17年的历史数据 就全部在这个表格里面 当然有的是算出来 比如说这个 Average Loan Balance 它就是用这个 整个的这个 Loan Balance 除以有贷款的 小微企业的数量 等等等等 来计算出来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刚才我们的相关性分析的方法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看这个GDP 和小微企业数量的 一个相关关系的话 如果我们拿横轴 是这个小微企业的数量 纵轴是这个GDP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现金关系 它的相关系数 可以达到0.99% 大家其实可以知道 如果要是1%的话 就是一个完全现金相关 那么0.99% 也是一个高度的 一个现金相关 那我们在Excel里面 其实就可以列出这张图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所谓的相关的方程 它的系数是多少 系数就是这个A的值 那拮据就是这个B的值 A和B的值 我们都可以得到 那这个方程有什么用呢 这个方程 其实就是这个 所谓的相关系数 那么当我知道 未来5年的GDP的话 我只要拿这个方程一套 我就可以知道 未来的小微企业的数量 是多少 那同样呢 我们大家看到 刚才分析模型 我把这个贷款余额 和这个单个小微企业的 贷款余额 和单个小微企业的 营业收入 也进行了一个 相关的关联 那么我拿过去 5年的数据一套 我会发现说 它的相关系数 虽然没有这个GDP这么高 但也是相当高的 我们看到 也是一个 大概成一个 这个现金相关的关系 那么它的系数 和拮据是多少 我们这个相关方程 就有了 OK 那这个呢 是我们过去的 数值的一个搜集 第三步呢 我们就是对 未来的一个情况 进行一个预测 同样的 未来的预测的时候 当我们有了 这些历史数据的话 那同未来的预测来讲 我们其实只要对 GDP的数据 渗透率的数据 年均营业收入的数据 来进行一个预测 我们就可以得到 一整套的 这么一个 所有的数据 OK 那我们看 我们是对 未来怎么预测的 在对未来的预测的时候呢 只去选取了一种 就是中性的 当然大家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 可以 这个像我们之前所说 选取三种不同的 scenario 对吧 基本的 这个中性的 乐观的 那三种不同的scenario 可能我们会对这个 GDP啊 或者渗透率啊 或者是这个营业收入啊 有不同的这么一个预测 得出不同的一个 三种scenario的 下的一个结果 但在这个 本次课程中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 基于一种scenario 来进行一个计算 这种scenario的话呢 我们是会先看一下 从GDP这儿入手 那GDP呢 实际上是我们直接采用了 这个 所谓的IMF 就是这个 国际的 这个货币基金组织的 这么一个预测的结果 对于中国的 未来的经济的一个判断 未来的GDP的一个判断 那么通过 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相关的关系图 就可以算出 中国的小微企业的数量 经过这个线性方程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它会从17年的 7000万户 上升到 2022年的 9000万户 那大家其实会去做一个 sandage check 就是说 那是不是真的会有 未来这么样的一个增长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随着中国GDP的增长 随着这个民营经济来活跃 其实中国有很多的 这个 特别是第三产业 就是服务业的 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说 中国的小微企业的数量 是在蓬勃增长的 但原来在这种农业 或者叫做工业为主的 这么一个时期的话 大部分是国企阳企 但是随着服务业的崛起 那很多的中小企业 都应运而生 那所以呢 也是符合一个常规的逻辑 和一个我们的一个常识的 第二部分呢 我们就会对另外一个指标 叫做小微企业贷款的 渗透率进行一个预测 那这个预测呢 我们是采用了 刚才分析方法里面 大家应该记得 这个对标方法 在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对于中国这个市场来讲 我们通过之前的计算 我们看到中国截止2017年 小微企业的贷款 渗透率只有20% 也就意味着100家 中国的小微企业 只有20家可以借到贷款 我们看一看国际上的 其他的国家的一些情况 这里我们选取了一些 领先的国家 比如说日本 韩国 美国 欧盟 这些国家 他们的小微企业的 这个贷款渗透率 能够达到60%以上 其中其实很重要的 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 在这些国家里面 小微企业 它的经营相对来说 更规范 程序的年代相对更久 同时还有一点 很重要的原因 是整个的这个信用的 这个体系建设 是比较完全的 整个的数据建设啊 信用的这个 征信体系建设 是更完全的 所以呢 金融机构呢 它有更多的依据 来对小微企业的 真实的经营情况 和这个风险的情况 进行一个评估 然后最终贷款 那包括国外有很多 非常领先的银行 比如说像美国的 富国银行 是专门来 或者是说 其中的很大一个优势 来进行 小微企业的一个融资 所以呢 国外的 不管从供给端 还是从基础设施端 都有非常好的 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会看到 像俄罗斯 巴西 这些所谓的 发展中国家 那它的这个 小微企业贷款 渗透率就会更低 中国呢 到2017年 是20% 这样可能 我跟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说 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因为我们 也是为了保密性吧 所以呢 我们把这些数据 都进行了处理 跟真实的这个数据 是不一样的 为了保密性的原因 不管数值怎样 还是想给大家 去介绍一下 整个方法论的使用 大家知道 这个方法论 是怎么去应用下来的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过去的几年中 其实这个 小微企业贷款渗透率 都是有一定提升的 那么未来呢 伴随着中国 整体的这个 信用体系建设 越来越好 伴随着这种 中国像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政策的鼓励 对于实体经济 和小微经济的鼓励 也伴随着 中国的金融机构 特别是一些 互联网金融机构 线上的这种机构 采取更加的低成本 包括这种 大数据的方式 对小微企业 进行一个 综合的一个 大分寿性 那么我们判断 未来有更多的 这种小微企业 能够得到 这个融资的支持 到底有多少呢 这个时候呢 可能我们就是需要 结合到定量的阶段 那我们就需要 对一些研究报告 进行一些收集 然后同时呢 进行一些专家访谈 同时呢 我们其实看到 国外的这些情况 假如说我们通过 这些专家访谈等等等等 我们得到说 到2022年 我们假设说 中国的这个小微企业 贷款伸动率 会超过俄罗斯 但是可能还没到 欧盟这个发达的 经济体的一个程度 可能我假设 达到40% 如果大家在 这个positive scenario 可能可以预测更高 比如说达到50% 那这个基于不同的scenario 大家就会有不同的假设 40%预测出来以后 我在假设 未来的五年 是一个线性增长的 也就是说 它是成一个等差数列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把每一年的 这个小微企业贷款 伸透率计算出来 这个是 小微企业贷款 伸透率的一个预测 基于这个伸透率 和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小微企业的数量 那么这两个数字相乘 我们就可以得到 12年到22年 整体的这个有贷款的 小微企业的数量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过去的历史的值 那未来的话呢 我们就会得到 18年到22年 有贷款的小微企业 数量有多少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从Kager的方面来 就是说 这个符合增长率的角度来讲 后面五年 它的增速是比前五年快的 那这里面的核心的一个driver 就是在于说 虽然小微企业数量 本身也在增长 但核心的一个driver 是在于说 随着信用体系的完善 和供给方的越来越多 那么它的渗透率会大幅提升 所以会出现一个 相对来说 更快的 比历史更快的 这么一个增长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就是会 也能有分析框架 大家可以看到说 左边这部分 我们就基本上预测完了 右边呢 我们就会去看 单个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 那我们往下看 那单个小企业的这个余额呢 按照分析框架 我们是会跟这个 小微企业的营业收入 做一个关联 小微企业的营业收入 我们历史数据有了 那未来的话 我们怎么获得呢 那这个呢 其实就没有一些 特别好的数据 这个呢 可能我们只能去看一些 券商的研究报告啊 专家的访谈啊 包括大家对这个小微企业 经营的一些分析啊 等等等等啊 那我们可以找到 这样子的报告 就是说综合考虑 像这个通货膨胀啊 物价的上涨啊 等等等等 这些因素 那我们可能有一个报告里面 或者是有多个报告里面 他提出对小微企业的 这个营业收入 未来五年的一些变化 做一些预测 然后我们进行一些综合 结合一些专家访谈的 一些结果 我们比如说 假设说未来五年 他的小微企业的营业收入 就会从358万 步去上涨为390万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假设 同样的来说 这个假设呢 是我们中性情景的一个假设 那对于这种基础情景 或者是乐观情景 大家可以把它预测的 更低一些 或者更高一些 OK 那当我们有了营业收入以后 我们又有了之前的 这个所谓的方程 这是他的income 营业收入和 单个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中间的一个相关关系 那么我们就可以计算出 2018年到2022年 整体的 或者叫单个的小微企业 它的平均贷款余额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么一个数值 当我们有了这个 单个小微企业的 平均贷款余额 也有了这个 有贷款的小微企业数量 那当我们有了 这两部分的这个数值 我们一相成 就可以得到 18年到22年 整体的这个小微企业贷款的余额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数字 OK 那这个就是第三步 我们对未来进行一个预测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总结一下第三步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完全是 沿着这个分析方架 我们来对未来的这些 所谓的影响这个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这些drivers 驱动因素来进行一个未来的预测 那么第四步就是所谓的归纳和总结 大家如果记得方法论的话 第一步我们是要总结这个分析框架和方法论 让你的老板 让你的客户知道你是怎么去拆解这个问题 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是说我们要去展示这个核心的结论 经过这个方法论和一些假设 我得出我的18年的22年 整个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符合增长率 会达到19.2% 相比于过去五年的15.3会更快 那当然了 这个我们右边可以列出一些核心的假设 比如说这个的假设是因为 首先GDP在提高 对吧 渗透率也在相应的提高 年均的这个收入也在提高 等等的一些driver 我们都可以列在这里 那这个带来了我们整体的这么一个结论 第三步我们再把一些核心假设列出来 那当然老板说 你这个未来会增长到19.2 会有那么快吗 中国整个GDP的增速 其实都在走一个下坡路 那你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 为什么它会反倒比过去五年更快呢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challenge的结果 所以你不要在结果上跟它做过多的纠结 而是说OK老板 刚才我们或者是客户 对吧 我们刚才已经在整个方法论上达成了一致 会用这个分析框架去进行分析 那么如果你对结果觉得有疑问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核心假设 因为这个结果就是基于这些核心假设 和那个分析框架得来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有一些核心假设 cover了这么几个方面 比如说GDP 那GDP我们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是从这种IMF的官方的预测数据来得出的 如果您觉得这个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看看其他的专业机构 对GDP的未来的一个预测 总体的小微企业的数量 我们是基于一个 这个线性方程算出的 核心原因是我们也看到了过去的六年间 GDP和总体小微企业数量 确实是保持着一个线性相关 并且相关度很高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challenge的点 可能需要challenge的点 是可贷款的小微企业渗透率 那这个渗透率呢 我们也不是凭空捏造的 对吧 而是我们去对标了美国欧洲 日本包括刚才提到的俄罗斯 巴西等等几个国家的一个对标 我们看其他的国家 他们的小微企业的这个可贷款的这个渗透率有多少 然后呢 基于我们国家的一个现状 我们制定了一个 未来五年能够达到的这么一个目标 或者是预测的这么一个 未来五年的一个渗透率 然后呢 我们假设是从20%增长到40% 并且现行增长 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40%是怎么来的 它首先是核心合理 它可能比现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要强一些 但是我们预测五年内 我们的小微企业融资的状况 可能还没法完全去达到发达国家 比如说美国欧盟日本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它达不到60%以上 那么40%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个依据 比如说我们进行了一些 小微金融领域的一些专家的访谈 我们看了一些报告 比如说方正证券的这个研究报告里面 有提出说 整体的这个小微企业渗透率会达到40% 那我们看了不同的报告 结合专家访谈 我们最后拍了一个这个数字 那您觉得这个数字是不是合理 是更高还是更低 那这个时候呢 你是要在假设方面 跟你的老板 跟你的客户去进行一些讨论 而不是集中在结果方面 包括说这个平均营业收入 未来的一个预测 2018到2022年 那可能我们也是经过一些专家访谈 看了一些券商的这些研究报告 得出的这么一个预测的值 那包括平均贷款余额 那这个呢 更多的是从基于平均营业收入 我们去进行一个相关性的一个测算 来得出的平均贷款余额 所以呢 最后一页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假设业 那如果你的客户对于这个结论有质疑的话 那么一条一条跟他过一下这些核心假设 看看他对哪一条假设不认同 那如果双方在假设达成了一致 方法论达成了一致 最终的这个结果只是一个计算的一个结果而已 那双方应该也是达成一致的 我们进行一下今天课程的总结 那今天的课程呢 其实我们进行了两部分的讨论 第一部分讨论呢 就是我们在进行市场规模预测前 我们有什么要注意的点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明确 为什么要进行市场规模的预测 它的原理呢 是数字比感觉更有说服力 所以呢 通过这么一个市场规模的预测 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行业机会 由非量化变为量化 由无形化变为有形化 由模糊化变成程度的清新化 所以未来在你说我希望说服整个董事会 投入更多的研发资源在电动汽车上 那么你就可以对未来五年 甚至十年二十年的中国整体的一个汽车销售的格局 来进行一下所谓的预测 当你能够预测出 OK中国的现在的电动车销量 可能只是占整体汽车销量的10% 但是在未来十年以后 会占到整体的汽车销量的70% 当你有这个数据出来的时候 它给人带来的冲击力或者是说服力会更大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进行这个整个的建模和行业的这个市场预测之前 一定要做到对行业基本的熟悉 有基本的sense 知道它的商业模式 包括有哪些供给方 其中哪些是比较领先的企业 它客户是谁 竞争壁垒是什么 产品服务是什么等等等等 那这些呢 都有非常多的这种行业的研究报告 会告诉你这个行业的前世今生 会告诉你这个行业未来有什么大的趋势 这些在券商的研究报告 包括像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里都有 所以呢 要做一些准备的工作 才能方便你未来知道如何去进行一个分析框架的确定 如何去进行相关的假设 这些假设是不是合理 所以呢 是需要你有些积淀 那进行准备 结束以后呢 就会按照这个市场规模预测的这个四步法 进行一个预测 第一步列出行业的分析框架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两个不同的方法 一个呢 就是客户渗透率的这个分解法 那从需求端出发 看有多少的客群 再乘以它的渗透率有多少 再乘以它的购买的频次 再乘以它的可能购买的这个金额 来得出这个整个的市场的一个规模 那第二个呢 就是对做这个细分行业品类法 那包括不同的供应商 不同的产品类型 这些都可以成为这个切割的依据 那第二步呢 就是按照这个分析的框架 去列出这个历史的数据 那我们在前面也给出 也有一些通用的一些数据员 比如说一些统计部门的网站 一些政府部门的网站 包括一些行业协会 或者是监管部门的一些网站 那都会有相关的报告 那么还有一些行业特定的数据来源 不同的行业会有一些 那当然如果要是说在这种 所谓的这种官方数据缺失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像不同的方式拿到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 那二手数据呢 其实就是指通讯公司或者是这个券商研究报告 这个提供的这些分析的数据库 那从一手的话呢 可能自己可以去进行一些门店的走访 对进行一些code call 就所谓的陌生拜访的电话 也可以进行一些专家的访谈 来进行一些焦点小组的讨论 来得出这些或者是收集这些基础的一些市场的数据 第三步呢当我们有了这个分析框架和历史数据 我们就可以进行未来三到五年的 这个相关变量的一个预测 当我们对于这种底层的变量 都进行了未来的预测以后 进行相应的相乘或相加 就可以得到我们整体的这个 所要预测的这个行业规模 对于未来的这些底层的这些数据 向进行预测的时候 需要注意 一方面呢我们要使用不同的scenario 分成两到三个scenario来进行未来的预测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去学会去做交差验证 可以用top down的方法或者bottom up的方法 由上至下或者是由下至上来进行一个预估 那最后呢我们就会对市场的模型进行一个归纳和总结 那当然第三步我们在这里忘提了一点 那对于未来预测去怎么预测呢 我们也提出了三种方法 一种叫回归分析 当你很难去预测其中一个数据的话 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数据 比如说中国的GDP 那跟它是线性相关的 那如果有的话 我可以去预测中国未来五年GDP的数据 那或者是中国未来五年人口的数据 像这些数据呢都是由很多的专业机构来进行研究的 我只要做一个回归分析 我就得到了我想要的那个指标 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整体的贷款余额 我就知道了这么一个指标 这是回归分析法 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所谓的对标法 我会去看一下 这个我要预测未来五年中国的人均汽车保有量 我可能会看一下这些领先的这些发达国家 和一些跟我们处在同一水平的发展中国家 他们大概是人均的这个汽车保有量是多少 大家都说嘛 当然不同行业可能不一样 比如在金融行业 可能美国的金融行业的发展水平 相当于我们十年后的水平 或者是说这个我们在发展十年的水平 当然中国的互联网可能是比美国现在还要更先进一些 所以不同的行业呢会有不同的一个对标 但anyway我们通过这种横向的对标 就可以去至少去拍一个未来的这么一个值 那第三种呢就是所谓的通过专家访谈 或者通过这种专业的行业研究报告 来得出未来的一个预测 但是呢要去进行一个交叉的比对和验证 来证明数据的一个合理性 那这个是对未来三到五年的一个变量预测 那第四部分呢就相当于是对市场的预测模型 进行一个归纳总结 那归纳总结的为了清晰 我们先说方法论 在方法论的层面和分析思路的方面 跟客户或者是老板达成一致 然后呢再说我们的核心结论是什么 如果对核心结论他们有挑战的话 我们再去跟他一条一条过一下我们的核心假设 看看是哪一条假设 他觉得是不合理的 或者我们如何去进行更合理的一个假设 那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课程的一个内容 希望呢今天的课程上完了以后 对大家未来的工作有帮助 当大家再去不管是要收服别人 采纳你的建议也好 还是说单纯的只是完成一个 市场规模预测的一个作业也好 可以运用到我们刚才的一些方法论 大家要时刻记得 就当你收服别人的时候 数据的冲击力往往比这个感觉的冲击力 或者是道理的冲击力会更强 所以大家要学会用数据说话 用数据去收服别人 那今天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谢谢